環境設置好之後 理論上你們的那個之前寫過的專案應該都會被載進來了 那可能有一些有那個什麼什麼錯誤有一些錯那個錯誤有有的時候可能是因為那個內 你那個內瑪的設置不對按右鍵Properties 預設這個地方 它是什麼MS950這個恐怕改一下因為剛剛同學開起來就會有錯 那我建議是這個地方一定要改 如果你沒改的話 它裡面可能會有一些叉叉 那按確定之後 它也不會有亂碼 那再來的話還要設定哪個地方特別注意 直接在以上專案上面 按一個這個Property 剛剛是那個第一個是Resource 你往下找 它這邊會有一個那個 PHP的 針對PHP的那個Debug 去做設定 這邊一個Debug 這個Debug 它的那個地方把它點擊 點擊之後 它要我們去設定什麼 設定那個你要Debug的那個 設定 所以這邊的話 可以直接從上面這邊做點擊 那我們要設定那個就是你現在要用哪一個 做 Debug的那個 這個這個 就Debug了 就除除除 那記得 這邊我是用XDebug 預設好像不是 所以這邊的話旁邊有一個PHP Server 這個 點兩下 預設好像我印象中是這個 所以網路上教好像是教 大家去用 這一個 Zen 這個Debug 不過 這個還要到那個 就是還要去下載那個外掛 我試了蠻多次的沒有成功 所以後來我就改用那個 XDebug 是這一個 所以記得 因為我們剛剛那個PHP RNI檔裡面就用這一個 那就把它設定 確定 就OK 記得 再按OK 回到原來 你要確定一件事情就是 你這個設定 你這個Debug 裡面是不是用那個 XDebug 如果是的話 那OK 記得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如果不是 你再去設定上面的 反正最後看到一定是這個 XDebug 就對了 這個是我們的除錯器 如果你這個除錯器 OK的話 理論上 你再來就是 按下確定 之後 在你旁邊這邊 設定中斷點之後 按下這個湊蟲 他就會 幫你停在 那一個 你要停下來的那個中斷點上面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想 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這個動作其實 蠻多的 那細節 比較多一些 請各位 這個地方再做一下 畫面先換給各位 試一下 中斷點 只要在那個你要除錯的前面 行號的前面 加一點一點一點 再來就按下什麼 這個蟲 那他就會幫我切到哪裡呢 如果 按下去之後呢 他會跳出 這個畫面 不過他會先問你說你要用那個什麼 PHP Web Application 你就選那個PHP Web Application 然後呢 他會跳這個畫面 那你就選擇YES 他就切到哪裡了 切到Debug 這個 Debug模式裡面 那再來就是說 你就可以按上面的 這個 這個按下去 這一行就執行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在上面這邊看到有一個 就是說呢 比如說我們這個陣列的變數 他就會在這邊顯示出來了 那你可以再展開來 不過這個因為我覺得他設計不是很好 因為 很窄 下面可能你要再點開來再點一下 他就會再顯示出來 OK 然後呢再往下一個 有沒有那這個 這個變數裡面放什麼 在底下也會顯示出來 在這裡 然後你可以再展開來 裡面的話可以看到你要的東西 那就利用這樣的方式 一個一個慢慢的去 去除錯 那最後他當然也會顯示出來在最下面 結束的話特別注意喔 你怎麼樣結束除錯模式 並且回到原來的模式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請注意喔 上面有個停止有沒有 請記住喔 因為他現在呢 如果你切過去他會一直都在除錯模式 所以如果你要切回去之前 請你先按下這個 先把它停止掉 再按這個 PHP就回到原來的模式 所以就記得喔 點這邊一下 停止了 OK 然後呢 再切回到原來的PHP模式 那將來你就可以在這邊做修改程式的動作 如果說你今天 不要除錯 只是直接要執行的話 就按 湊蟲的旁邊這個 他就直接跳出去了 這個是不除錯 這個是除錯 大概是這樣啦 我想 這個地方的話 恐怕就是多多熟練 然後後面如果我們有寫程式的話 也會利用 這一個 這個環境來除錯 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喔 特別注意喔 我怕你們那個PHP 假如說你那個PHP的那個 設定檔 可能之前有同學是這樣 就是 一直都沒有辦法正確的 那個 被 被 這個 這個喔 就是說呢 設定正確 那我剛剛解壓說的時候有沒有 會順便有解出一個什麼 這個PHP 對不對 那如果說喔 你奇怪 他一直沒辦法walk啦 之前有同學這樣啦 所以我為什麼附這個 因為我怕你們連貼都可能有貼錯的問題啦 那怎麼辦 你乾脆把這個檔 call到那個PHP的目錄裡面 把它蓋過去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因為這個是我 應該沒問題的一個PHP 我怕是最最可能會出現這個 因為你如果按除錯 奇怪 他就是停不下來的話 那可能就這地方有問題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大概是這樣 因為這個 免錢的嘛 所以他這個環境 基本上他應該幫你設定好再給你嘛 可是沒有 他就是 沒有設定那個 就是最後的一個步驟 所以這個地方 除錯起來 當然也是 挺麻煩的 如果說你要 比較一個優良的一個 除錯環境的話 以目前來看喔 我想這個目前要找到一個 除錯PHP的一個 除錯環境 應該 這個應該 Eclipse以外 恐怕你 其他可能就要花一點錢了